我们放学了 一起来玩吧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我们美国华语电视 为小朋友们特别打造的 Happy Land 我们放学了 我是你们最最喜欢的 刘儿囚哥哥 OK那今天呢是周五 再过两天呢 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了 在这边呢 要代表我们美国华语电视和我们的栏目 祝全天下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到那一天呢 一定要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 跟爸爸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父亲节快乐 然后红包也开个玩笑啦 好啦那节目一开始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父亲节呢 有它的历史和由来 早在1910年的时候呢 有一位叫多德夫人的女士呢 提出了我们需要拥有一个父亲节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多德夫人啊 她的妈妈很早很早就难产死亡了 所以他们全家有六个小孩 都是爸爸一个人带大的 所以就觉得爸爸非常的辛苦 我们一定要在某一天 好好的来感谢一下爸爸 所以呢 1910年开始就有了父亲节 这个历史你们记住了吗 好啦那今天呢 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各位小主播 他们都准备了一份爸爸的礼物 和对爸爸的祝福 要来通过我们的镜头来带给自己的父亲 以及全天下所有的爸爸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当然啦在这边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哦 我们放学了的节目 我们的电视版呢 是每个星期五下午4点半准时播出的 在我们的华语电视洛杉矶44.2台 那我们的广播节目呢 是在每个星期六的早上10点到11点 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我们大名鼎鼎的1300 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YouTube上的 Sign TV LA 和我们自己的APP 牛电视 OK 那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华语电视小主播 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是华语小主播吴千玲 我今年10岁 我喜欢画画 韩情 文化 和阅读 我家还有一个小妹妹 她今年2岁 父亲节快要到了 我要祝我爸爸节日快乐 我准备给他吃大餐 给他买一个蛋糕 陪他一起买东西 我爸爸很爱我和我的妹妹 他知道我喜欢看书 所以他给我买了很多书 疫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出去玩 所以他就给我们的家里搭了一个游泳池和一个笨笨床 他也给我买了自行车和文化鞋 小时候他很喜欢带我去迪士尼 环球以成 乐高乐园和海洋世界 冬天他会带我去滑雪 夏天他会带我去海滩 我爸爸平常说 吃饭了 别再打游戏了 你9点钟为什么还没睡觉 虽然我爸爸有时候叫 他是关系我们对我好 我希望我的爸爸早睡早起 身体棒棒 多带我和我的妹妹出去玩 这次父亲节 我给我爸爸画了一幅画 你看好看吗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依萨贝拉 父亲节到了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爸爸吧 我的爸爸呢 年轻的时候呢 是个大帅哥 曾经还参加过TVB电视台电视剧的演出 我悄悄地告诉你啊 太远的角色是一个路人甲 我的爸爸呢 很爱我 每天呢 都不管多忙 都会给我讲个睡前故事 可是故事的开头 永远是 一次后一遍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因为他睡着了 爸爸呀 听故事那个人呢 没睡着 讲故事那个人 怎么睡着了 我的爸爸呢 是我的好伙伴 2018年 我参加了北京全国同模大赛 那里有个亲子组的项目 当时候在台上我很紧张 但是看到爸爸在我身边 我就一点都不紧张了 我们顺利地完成这个比赛 获得了冠军 是爸爸让我有了自信 爸爸呢 是我的英雄 有一次我们去水上乐园的时候 我们玩了个冲浪的项目 一个大浪把我的船翻倒了 我喝了一大口水 就在我惊慌是错的时候 我爸爸一手把我拉了上来 当时我就想我的爸爸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我的爸爸呢 很爱唱歌 自称自己是洛杉矶张学友 可是我们家一个人都不让他唱歌 因为太吵了 都快要把家里的窗户给震碎了 这就是我的爸爸 一个让我有自信的 一个让我每天有快乐的好爸爸 父亲节的时候 我给爸爸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父爱 父爱如山大 父爱比海宽 父爱在身边 父爱永远都在 父亲节的时候呢 我要给爸爸做一个 他最喜欢的早餐 因为他是香港人嘛 他喜欢吃有个叫英国馅饭 然后呢 我还要给他做一杯咖啡 因为就是他每天早上都会喝的 爸爸我爱你 做所有的父亲们 父亲节快乐 再见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直播 安卓洋 我今年九岁啦 我喜欢唱歌跳舞和画画 我告诉你们 父亲节到了 要给你们的爸爸 你们的爱 也需要给他们买个礼物哦 我今年帮我爸爸买了一个灵带 我真的每年都帮我爸爸买个灵带 所以有点不是个surprise了 我爸爸每天都在说 安卓洋 你做完作业才能玩 我觉得我爸爸在说 这个是因为我很喜欢玩 然后有时候我在做作业的时候 我会跑下去 拿个冰淇淋吃呀 还是又去找我的狗玩呀 所以我希望先做完作业才能去玩 我想祝全球的爸爸们说 父亲节快乐 我们爱你 大家好 我是华语小主播陈玉琳 我今年十二岁了 我喜欢打网球和打篮球 我有一个妹妹叫丽雅 她今年六岁了 父亲节要来了 我想跟爸爸说 我爱你 和谢谢你给我的一切东西 大家好 我是小主播阿斯陈 我现在十二岁 我喜欢绿色 我也喜欢玩游戏 我在家里有一个姐姐 如果我当爸爸的话 我会带我的小孩去玩 我会在他睡觉之前 讲故事 我也可以跟他一起打游戏 我会当一个很好的爸爸 父亲节到了 祝所有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大家好 我是快乐小主播陆家和 我喜欢画画和下棋 画画能让我心情愉快 下棋能让我更加专注 并且享受跟对手博弈的乐趣 长大后我想当一名像棋大师 跟其他有名的大师们一起博弈 我的爸爸是一名科学家 他在工作之外还喜欢摄影 看书炒菜 我喜欢爸爸做的菜 我最喜欢爸爸做的土豆丝和蛋炒饭 爸爸每天工作很忙 但他每天都会花时间陪我和弟弟 我们一起踢足球打篮球 一起爬山摄影 还一起下棋 我们做过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说抓小鸟养毛毛虫 我想对爸爸说 我爱你爸爸 我喜欢我们一起做的所有有意思的事情 谢谢你爸爸 谢谢你陪我一起长大 这个是我要送给爸爸的礼物 祝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大家好 我是快乐小主播莎莎 我今年七岁了 我喜欢画画 游泳和弹钢琴 我喜欢吃冰淇淋 我长大想要做一个actress 父亲节快到了 我想要给我爸爸这个礼物 我要对爸爸说 爸爸我爱你 祝你父亲节快乐 谢谢再见 大家好 我是快乐小主播 我叫做Alice 我今年六岁了 我会送我的爸爸这个 我要祝我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快乐小主播 我的名字叫韩索瓦 今年我六岁 我想当一个好警察 父亲节快要到了 我想祝我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我也想跟我爸爸说爱你 祝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大家好 我是快乐小主播 我今年六岁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 Popsicle 因为会很甜 父亲节要到了 我想要跟我爸爸说我爱你 我要送给我爸爸一个卡片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快乐小主播 我是Pakistan Lee 然后我年纪四岁了 我最喜欢的东西是收拾房间跟吃饭 父亲节要快到了 父亲节我要给我爸爸买一个新鱼竿来当他的领悟 我爱你爸爸 也祝所有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谢谢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快乐小主播 李瑶 我今年七岁 父亲节要快到了 我给我爸爸准备的礼物 是一个奖杯 这奖杯 是给我爸爸 我跟我的弟弟一起买的 还有下面写的字是 说的 Best Parch Fisherman No.1 Dad Kinley 谢谢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快乐小主播 杨阳 我今年六岁了 父亲节快到了 我想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也祝所有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我是快乐小主播 我叫Greens 我今年八岁了 父亲节马上到了 父亲节 我祝我爸爸父亲节快乐 还有所有的爸爸也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的时候 我会给我爸爸买一个手机 谢谢 拜拜 大家好 欢迎到不一样姐姐 童话王国 图书馆作为公共场所 是一个共人学习的地方 小朋友们除了不能大声喧哗以外 我们还要注意哪些事呢 让我们带你去看看吧 图书馆的礼仪 卡麦拉从来没有去图书馆看过书 但这些天她总是听同学们说 图书馆里有很多书可以翻阅 于是她对图书馆充满了好奇 星期六的下午 卡麦拉与阿布一起去图书馆看书 图书馆里有很多人 她们坐在一个靠角落的位置 卡麦拉问道 阿布这里好多书啊 看都看不完 我真的好喜欢这里 阿布回答说 嗯 你小声一点 这里可是图书馆 卡麦拉不好意思的点点头 开始安安静一点看书 姐姐她手里拿着一支笔 看到精彩的地方 正准备往书上做记号 却被阿布拦住了 图书馆的阿姨说 勾勾图书绝对不能在书上乱涂乱画 你就别在上面画了 我刚才只顾着找位置去了 没听到阿姨说什么 你看旁边墙上也写温馨提示 请勿在书上乱涂鸦 卡麦拉顺着阿布指的方向去看 果然墙上贴着请勿在书上乱涂乱画几个字 我还以为跟自己的书一样 看到重点可以划记号呢 那以后还是带笔记本来吧 看到有用的地方就把它摘抄下来 我这里有多余的本子借给你 你就在本子上写吧 太好了 谢谢你阿布 阿布看着手规矩卡麦拉开心地回答道 没事 小朋友们 图书馆是看书学习的公共场所 进图书馆看书学习要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 记得要保持安静的阅读环境 不站坐 不抢坐 不喧哗 要爱护图书 不在书上乱记乱话 阅读后放回原来的位置 借书后及时归还 不做与阅读无关的事 比如吃东西 睡觉等 Hello everyone I'm Joanne Welcome to my fairytale world Today I'm going to teach you guys some Mandarin phrases that could be used in the library First of all Boring books we usually say 借书 in Chinese 借书 Boring books 借书 Boring books Now we all know we have to keep quiet in the library Zài图书馆保持安静 Keep quiet in the library Zài图书馆保持安静 Keep quiet in the library Tú shu guan Library Tú shu guan Library Don't forget to return the book on time Now what do we say when we return the book Huan shu Return the book Huan shu Return the book Hello Jolie and Nathan Can you teach us some English sentences Hey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来到了 在我们美国加州的公共图书馆 知道你们今天要来教大家图书馆的英语英文 等等 看到了吧 我已经为你们办好了一招货真价实的图书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Let's go 那我们顺利的把书借完了 而且呢刚刚我们真的用到了那句话哦 Can I please borrow these books?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借了什么书 Jolie 你借了什么书啊 我借了一本书叫Fan Girl 就是讲一个女生的故事 你借了一个女生的故事 哦 那的呢 我借了一个星球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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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借了一个星球大战 我借了一个星球大战 好了 那肉球借了两本的比较私人的书 好了 那肉球借了两本的比较私人的书 我就不告诉大家了 是关于我的家庭的 好 那身边的这个我们来介绍一下 有的时候 Jolie 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时间还书 比如说不是在它的营业时间的研究室 里面没有人 我们不能walking去还书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书 包到这个叫book drop 就是还书筒 哦 跟着我们说 那一等级叫什么 book drop 好了 那这两本书 我就怀念你了 哦 就这样丢进去就可以咯 就可以 哇 好方便咯 所以 哎 你有没有看我吗 他们都就 哎 你们都是 你们都骗人呐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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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把这卡也丢进去 那你等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主题是 图书馆 没错 今天的主题是 图书馆 那在图书馆要怎么沟通呢 要注意到呢 首先是借书 那你等在图书馆要怎么借书呢 Could I please borrow these books 对的 就是 Could I please borrow these books 在图书馆为什么要说 borrow 然后不是 rent 呢 那是因为 因为图书馆要怎么帮助他们呢 因为图书馆要怎么帮助他们呢 Tell them please be quiet Oh 要跟他们讲说 Please be quiet 保持安静 Quiet的意思就是 要小声一点 还书的时候要说什么呢 I would like to return these books 就是 I would like to return these books Return的意思就是还 我们再讲一次 I would like to return these books 大家懂了吗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 就教给大家在图书馆的种种英文 希望你们学会以后 我们会教大家更多的英文的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各位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Happy Father's Day 怎么样 听到了自己的小宝贝 对你们说的这些感人肺腑的话 是不是觉得我的宝贝长大了呢 当然啦 其实我觉得 无论是父亲节也好 是母亲节也好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 都可以借此机会 好好的对你们那么好的 给你们那么多幸福生活的 爸爸妈妈说一句 我爱你 是不是特别的温暖的 OK 那我们的节目呢 到这边就要接近尾声了 今天的小主播的表现 Liuro球老师给你们一个 大大的赞哦 同时呢 也希望 每周的星期五下午的4点30分呢 我们准时不见不散 在我们的华语电视 欢迎来到我们的Happy Land 小朋友们最快乐的乐园 同时呢 在这里我要呼吁 在我们南加州地区 如果喜欢语言艺术 喜欢表演 喜欢主持 喜欢演讲的小朋友呢 都可以来加入我们 华语电视小主播的大阵营 我们的报名电话呢 是6263212372 6263212372 629老师在等着你们哦 OK 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我们放学了 不见不散 一起来玩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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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